这一版本图兰朵带往世界各地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进行巡回演出 接下来我们再放眼全国各地 正值今秋有不少的水果迎来了丰收季 而各地的群众也是趁着国庆节的假期开展了一场又一场的采摘比赛 一同来分享一下他们的快乐吧 这里是清河林一局五威子种植基地 现在正是五威子成熟的季节 五威子基地的职工们正在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五威子采摘比赛 比赛时间是30分钟一开赛气氛就十分的紧张 工人们每人拿着一个小框迅速淹没在五威子的海洋当中 比赛的奖品是五威子饮料虽然不贵重 但是这份节日的祝福让大家都很开心 在黑龙江省傅锦市人们欢聚在葡萄园的草地上 举行葡萄公主选拔赛以此性格丰收 葡萄园里的青年男女两两一组 小伙子们踩回一串串葡萄 姑娘们则脱掉鞋子 在盛满葡萄的木桶里尽情地踩踏 很累不够飞到我去 刚才的比赛考验的是选手榨葡萄汁的速度 那么成绩排在前五位的选手 要进行接下来的默契考验 五位姑娘要在双眼被蒙住的情况下 为自己的同伴吃葡萄 速度最快的获胜 姑娘们蒙着双眼手里捧着葡萄 飞开地跑向自己的同伴 她们真是毫不留情 大把地把葡萄使劲地往同伴的嘴里塞 最后二号选手赢得了葡萄公主的桂冠 感谢我的同伴 感谢我的对手 感谢葡萄 感谢葡萄 在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光青春举办的一场 以橘子为主题的运动会上摘橘子比赛挑橘子赛跑 这些日常生产劳动项目都被请进了比赛现场 乡亲们你追我赶去味恒生 这位一只手能抓住三个大橘子 不到两分钟他就摘了十斤橘子 再看这位包橘皮的功夫一流 吃橘子更是神速 风收的不仅仅是水果还有爱情 昨天有上百对新人就在西子湖畔 踏着玫瑰花铺就的红地毯 收获了自己的美满爱情 10月6号中午12点 在杭州西湖文化广场 上百对新人身着大红中式传统服装 显得格外的喜气 在迎亲牌的指引下 他们登上了花车 开始自己的幸福之旅 在众多新人当中 最人注目的莫过于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异国情侣 在西湖断桥 热情的人们早早等候在那里 准备为新人们送上祝福 玫瑰花铺就的红地毯 把白堤装扮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在前往四码头 十里红装迎亲队 抬着红轿子五龙五师 新人们登上了一百艘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